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可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矣 我们看课本334页 讲到修定依库康人县门城所作试 那么导师这里有说到 他说身文人一定有四种 那么功德叫做宪法乐住 得殊胜之见 得分别慧跟得若敬解脱 那么大圣 那么有另外四种 叫做身心清安 引发神通 深入圣意 然后第四个 不一样的就是 更能做劳逸众生的种种事业 好 这里是在说 身文跟菩萨修定的一个差别 那我要说的就是 我以前读大波勒经的时候 然后读到这个大波勒经里面 那么有一段文 那么讲得非常好 后来我就把它背起来 我每次打坐的时候 我就先念这个记 那么这个记很好 那么大家如果有打坐的时候也可以念 那么他就讲到 其实他里面就讲到 大圣修定的这些功能 那么在 在大波勒经应该是五八五卷 那么他说我引领发 就是你要打坐的时候 要静坐的时候 那么你就这样去试了 这样坐意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后来就特意把它背起来 另外一个布什勇 这两个算是在读大波勒经的时候 那么特别觉得非常好 那么确实他也有他的作用 就是我们先坐意 就先这样的坐意 大圣的大圣的这个修定 但是他是在那个 他是在那个慈戒波勒密里面的 但是他基本上在讲修定 我应引发殊胜禁律 他说 禁律 菩萨习禁律时 应如是思维 就是 菩萨在修习禅定的时候 禁律的时候 禁律就是禁律 应如是思维 我应引发殊胜禁律 那这个就是取欲 善法欲引发殊胜禁律 禁律就是禅 禁律就是禅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背 然后背起来 然后每次打坐之前就这样念 我应引发殊胜禁律 由思发起殊胜神通 由这个禁律发起神通 发起殊胜神通 蜘蛛有情心情差别 瘦瘦乏药 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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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更加闭 令离恶趣 令脫恶趣 生死重苦 又未挑腐 自身煩惱 与有群眾坐敬福田 一面一面 自身煩惱 一面一面 自身煩惱 抗认引發 一切自治 一切知识就是成等正觉 成否 得正觉 就得智慧 我觉得这非常好 他基本上就讲出到 大圣修学跟小圣 比较不一样的一样 演发殊胜见率 由吃发起殊胜神通 神通要做什么 主要是三明六通 能够利益众生 比较方便度众生 这个神通最重要的 比如天眼通 宿命通 他心通 佛度三加者 也是用神通 知道他们现在的心 他心通 他们应该要怎么修 因为每一个人的修行法门 就是他要对峙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二甘路门 一个是 比如说一个是 早期在修的比较残修的 一个叫做不静观 一个叫属习观 但是有一些人 比较适合修属习观 有些比较适合修不静观 那你如果不知道 那比较适合修属习观的 你去叫他修不静观 他修很久都不成就 比较适合修不静观的 你叫他去修习习观 他也可能修很久不成就 你不知道他的心 不知道他过去的业 或是他应该要怎么修 你就没有办法 我们叫做对症下药 因为观积斗 观积斗教才能对症下药 就是你要知道气里气机 就是要气他的根基 那么你了解了 那么案件里面也有 就是你比较有能力的人 你要去观察这些人 他应该要修什么法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真结是什么 什么东西适合他 那么知道了 那么你就比较容易利益他 十二有心情差别 那么说受法要 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那另托恶趣 那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 找到这是可以对治他们反而的方法 因为有很多非常多的法 你不是每一个法你都要学的 没有 但是适合他们学的 就好像你要健康 你不是有卖水饺 有卖面包 有卖包子 有卖面 有卖什么 你每一个都要吃 不是的 适合你体质的 你喜欢的 那你吃了 你有饱 有气力 有营养 不会生病 只有是这样子的 所以另托恶趣 最重要就是要 第一个 佛法的关键 第一个叫离三二道 然后在人天的基础上 那么不断修行 最后离三界 第一个是离三二道 第一个是离欲界 第三个是离三界 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三个次第 就是你一定 因为现在在人道 现在不在三二道 但是你有可能会多三二道 所以你一定要 一 諸恶莫作 然后离三二道 然后再用众善奉行 来让你 因为夜是众子的先鲜 让你养成习惯 让你在人天上 因为休息不是那么快 他可能要好几次 那好几次 比如说如果他要一百次 一百次做人 你可以成就 或是最快最快也要三次 最快最快 最快最快 你从没有修到开始有修行 最快也要三次才可以得解脱 那个是最快的 那第二次如果你第二次 你就做不好 你跺三二道 那要经过好多了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第一个是要先离三二道 然后再来离欲界 因为五欲是让你 你懒着五欲是让你很容易 堕三二道的 其实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你要离初三界 你不懒着欲界的五欲 你会懒着色无色界的喜乐 见界 那这些 那么令脱后去生死重苦 这个是初三界 生死重苦 这个是三二道的苦 那么又未调腐 这是一个 这个是杜众生的 这个是杜众生的 得神通 然后杜众生 所以他基本上是 有发这个大悲心 以这个大悲心 那么又未调腐 那么除了这个 因为定可以有调腐烦恼的作用 就是你不会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冲动 现实感觉就这样 那么不容易懒着 因为这些对你来讲 因为他更殊胜 定更殊胜 你还是会懒着 但是不会像那么很粗糙的懒着 但是你如果有智慧的话 你也不会懒着 因为调腐自身烦恼 我修禅定是要调腐烦恼 戒 戒是控制烦恼 预防烦恼 定就是调腐烦恼 慧就是断除烦恼 其实就是这样 所有的修行界定位 都是在烦恼这件事上作义 其实就是这样 你有烦恼你才有业 因为才有生死 生死才有苦 是这样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学佛 因为要离苦 你怎么苦 你一切苦 你究竟苦 那一切苦都从哪里来 从轮回来 那你怎样才能离轮回 因为要断那个苦的根本 苦因 苦的根本 就是烦恼 那根本烦恼就是我见 我爱 但是我见我爱就烦恼 根本要断 要周遭的烦恼先断 那个粗的不断 那个细的怎么断 那没办法 那根本就没办法断 就好像你在一颗荆棘眼里面 就是长很多刺的那个树 你要去挖那个 砍掉那个树的树根 你去那旁边的 有刺的东西都先去掉 你才有办法去砍那个树根 那外面的烦恼就是 我们平常的烦恼太多 那么障碍住你的智慧生醒 障碍住你的定 障碍住你的戒 所以你必须要从戒定位除贪生痴 所以修行就十个字嘛 勤修戒定位喜悲探生痴嘛 就是这样而已啊 所以你如果不从自己的烦恼下手 你老是在看别人有什么烦恼 那不从自己的戒定位下手 老是在看别人缺戒缺定缺会 那你没有意义 那你治不了自己的病 所以你因为你清静 你才能够做众生的清静福田嘛 你自己本身清静 什么叫清静 就是你没有烦恼 那你才有办法做众生清静的福田 真的是你这是个福田 那么另外最后一个就是 引发智慧 定是为了引发无肉慧的 一切智者是佛 就可以成佛了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咒 你要把它背起来就是 每次在打坐的时候 你就先认证这个 我应引发疏胜禁律 由思发起疏胜神通 知诸友情 心情差别 缩缩法药 念离恶气生死重苦 又为条虎自身烦恼 余留情重做敬福田 堪忍引发一切智慈 你真的你念 你不是念过去就好 你要想 我应引发殊胜禁律 先发起这个要得殊胜禁律的这个愿 那么就是欲嘛 后门我们人家会想到欲为情依嘛 那么由思发起殊胜神通 那么你不是为了要去得明文利养 得神通的不是 你得这个神通 因为有定就会有神通 然后你得这个神通 你要先知道 我不是为了明文利养 像提伯达多修神通 就是为了明文利养 要跟人家比嘛 你看我有神通 你看我有什么境界 我有什么境界 他的境界其实不如佛 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得明文利养 那你不是 因为你会有神通 会有境界 但是你一开始就知道 你是为了什么来的 你就不会被他 被他绑架 被这种境界绑架去 实际上好像你 你拥有这个境界 不是 这个境界拥有你 那有时候有些人没有办法 一开始他就观念不对 就好像有一些人认为他 有没有这些事 其实不是 他是事业拥有他 他做这些事业的奴隶 就是被他绑架了 反正这种观念你一定要有 就是你是主人 那么你是控制这些 你不是被控制的 那一样神通 是你修行伴随而来的东西 感应也是这样 但是很容易被感应绑架 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修行人有些不是不用工 而是用工 但是他就栽在他的境界上 非常多 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等下导师后面 也会稍微闪到 所以说你的观念不对 你没有封掉 已经是很好的 后面有讲到这个 那我们就讲到 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 如果打坐的话 你一开始念这个技 然后先做一思维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我 因为我以前在浮演的时候 我送了将近三遍的霸 大概有三遍大波的一些 然后我看到这个 我就马上抄起来 天天背 所以我就很熟 那每次打坐我就这样想 我就觉得很好 那他也受到大圣的 禅定的一些功用 那在这里讲四个 就是大圣跟僧文 就是菩萨跟僧文修禅定的差别 那么最重要是有这大悲心 就是大悲心 那他就是他这个不是在 这个不是在禅定波罗蜜奖的 这个是在慈戒波罗蜜奖的 施罗波罗蜜奖的 他说你这样 你这样有大悲心 才叫做 才叫做这个慈戒波罗蜜 那我们就不管 我们就是把这个背起来 我觉得大家把这个背起来 另外一个背一个布施的 那就是说就是你这样去发心 然后觉得要去利益一切众生 那我觉得那个也很好 那我们之前晚上讲故事的时候有讲过 就是若诸有情言所造处 愿彼一切皆得 就是说一切有情把他所看得到的 希望我都能够提供他协助 那么你把这个意思是他讲故事 就是你怎么样去发心 你不要想看这个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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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本来没有心 后来就变得真的有心了 你就开始会这样想这样想 你去想想想就觉得 是 我就是应该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 真的就会这样 那么这里讲到 一株有情做敬福田 就是你在哪里 谁供养你谁就得福报 就跟你结缘嘛 你以后就可以利益他了 那么就是清敬福田乡 那么堪认引发一切之子 好 这个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再讲到禅定的功德之外 就顺带讲 因为上次就讲到 就没有 他是告诉你 菩萨要修禅定的时候 先这样讲 先这样做意 好 再接着看 由面五过师 勤修八段行 好 那么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就 因为有关到修禅定的这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去对照 五圣共法的禅定 跟三圣共法的禅定 你会觉得 你会发现到 这里讲的比较细 比较多 五圣共法比较没有讲 就大概讲 四禅八定这样而已 三圣共法 又讲到五田仙二甘入门 那这里讲的就比较多 而且 因为这里是大圣不共法的禅定 他基本上就是依大圣的经论 特别是余且师地论 因为余且他就是定 他就是修定 余家师余家师余且师 那么基本上 以余且师地论来说 或是解释密间 因为维士的 维士他也是中修定的 然后他所依的经典 也是解释密间 好 那所以他比较 后期的大圣经文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这个佛学名像 比较多一点 你看那个斯曼坚也是 解释密间也是 那余且师地论就不用讲了 那到佛派基本上 就开始有很多这种佛学名像 就是他有一些名词 这个名词 基本上是我们比较少看过的 那因为我们 我们读的很多间 基本上多数都是出奇大圣的 比如说金刚间 当然也有一些名像 比如说普文品 基本上都是出奇大圣的多 他佛学名像比较多 那么多一点 那后期的佛学名像很多 那很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 所以就解释起来会比较复杂 而且他的一个佛学的赤体也比较细 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到后期 大圣后期 那么因为研究学会就是这样 越研究越细越繁琐 然后名像越多 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概念 来说明这个东西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后期的都比较复杂 不容易懂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先让大家知道 当然导师这里也没有讲到那么复杂 但是还是有一些名像 我们不容易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里讲的基本上 多数都是瑜伽式地论说的 就是讲定的这些 好 那我们先来看 由灭五过失勤修八段行 那么这个寄送跟辩中辩论的差不多一样 辩中辩论的是灭除五过失勤修八段行 那导师是由因为灭除五种过失 那么修八段行 那么如果我们在前面三生共管里面 他就是讲除五欲五干 离五欲五干 那这里是五过失 它是不一样的 好 他说依慈助敬见 依慈悲 那么因为前面讲到见 所以依慈助敬见 那现在讲定 那么为修定不可缺的滋养 就是前面的这个戒 大圣的戒 那他有讲到依慈助敬见 那么戒是 就是戒定会你必须要先有戒 那就是你先要有行为上的端正 但是才有办法心 那么得到更增上一层的殊胜 其实他是这样 所以由戒定会这样 那么大圣的戒重在慈心 跟僧文的不太一样 好 所以他说为修定不可缺的滋养 调生调洗 略如五称共法中 那五称共法在 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就我们就把五称三称大称 那么各个说的戒定会不同 可以做比较 但是我们现在先这样翻过来看 135页 135页 这五称共法的 五称共法讲的这个戒 我们先看一下 这稍微理解一下就是 因为五称三称大称 都有戒定会 都有戒定会 那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五称共法的 135页 135页里面讲 遇热不可灼 散乱多重苦 依此住境界修定罪热 基本上这里是讲到戒的出发点 在于不伤害众生 这个是慈心的 那么慈悲正是大胜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戒的本意在于自通之法 就是说你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 你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你不希望受到这样的伤害 你就不要去伤害 这样去伤害别人 这个是从慈心出发的 所以戒是自通出发 就是你自己想就知道了 应不应该这样做 其实简单的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瑞士文家讲的 其所不应勿施于人 好 那么你看他讲的就简单 调色于三世心仪静明定 见你于分别苦乐吃地见 大概就这样 然后就讲四场八定 还有四五亮星 大概就这样 140页 好 那就讲这样而已 五圣共法的戒 那么如果再看到三圣共法的戒 我们来看在哪里 三圣共法的戒 戒在三圣共法的定 正见正失 看一下哪里 再200 好 217页 我们稍微比较一下 217页 你看 那么进修于定学 离五亦五干 基本上他都强调离五亦五干 基本上他都强调离五亦五干 那大胜的就是 灭五过失修八段邪 不太一样 你看 然后他讲离五亦五干 那因为定是色界的 那么你要到色界 你一定要离欲界的来做 你才有办法到色界 四场八定就是社不色界 所以比如说 第一个是离三二道 五戒十三 然后再是离欲 离欲亲近 因为染卓 其实色无色界也不就清界 但是将对欲界来讲 他是清界 所以要离欲界 然后再来就是离三界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修行就这个次第 然后不见 你看他讲的修禅定的三圣共法 主要就是二干入门 不禁关兼属席关 然后基本上然后就七一定 就是你要解脱 你要 因为前面五圣共法是讲四场八定 但是你要得解脱 三圣是要得解脱的 要解脱就是七一定 就是飞翔飞翔 是不能引发无诺会的 所以他这里讲 一时色星 好那就讲这样 你看你看这个就是 就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差别 然后大圣 然后我们放回来 再放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清楚 又比较清楚 那这个五圣三圣大圣 那么导师左眼的是在哪里不同 好 再看 他说 依此住境界为修定所不可缺的资料 这个是五圣共法里面说的 那么调生调洗这些 那么要怎样用心去才隐身正定 这要由面五种过失而成就 好 那三圣共法是五概 离五概 那这里是面五种过失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五过失就是懈怠望圣 分前调节 不做行做行 好 那我们会看到 有两个名词我们不知道 比较不知道 就是不做行跟做行 这两个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做行不做行 比较少听到 就是从这里之后 会比较多那些 比较多那些 我们叫做比较 不是那么常熟悉的名项 好 所以你来看 那这个等于后面会解释 那么 怎么样能灭除这五种过失呢 这要由勤修八种断行 就好像我们说勤修戒定会 灭除贪嗔痴 意思是一样 只是他这里是就定来讲 勤修八断行 灭除五过失 那我们一般来讲勤修戒定会 灭除贪嗔痴 这个是从旧性上来讲 好 那这个是从修定上来讲 就是说 由于有这一种五种过失 障碍我们得定 由于没有定 障碍我们得慧 得无肉慧 没有无肉慧 障碍我们得解脱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佛法解决问题都是 一环扩着一环 然后找到那个根本跟关键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 像我们要解决很多问题都不是 没有细心去想 到底是怎么形成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卧师举个例 就是说我们要从佛法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这小孩不吃饭 那你不去检查原因 就只是骂小孩挑吃怎么样 小孩不去上学 你就觉得他懒惰 你没有去 你没有去思考 这小孩没有去查 就是理解小孩为什么不上学 为什么不喜欢去学校 那你就只是觉得他懒惰 就骂他 那应他送他去学校 结果他逃学了 或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解决问题 通常没有去思考 那一个现象 他背后之所以这样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然后我们要从哪一个地方去解决 我们只是想 反正就是这样 想当然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这样 然后就直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 结果得不到你的效果 你就觉得是他不受教 是他不听话 反正就是这样 这其实是很错误的观念 那我们从佛法里面学习最多的就是 就是凡事都有因缘 那么这些因缘有主要的 有次要的 有关键的 那么你要把那个关键的找出来 那么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它有次第 有方法 有对峙性 有相对性 所以你必须要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你遇到事情 你一定不会慌 不会乱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必然有它不得不发生的原因 就是它已经发生了 你再去 你再去怨恨 再什么都没有用 你只要知道已经发生了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一起去怪谁 为什么会发生 而是去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未来要怎么防止 如果是不好的 如果是好的 那么你要知道未来怎么相许 就是这样 然后要找到 因为一件越复杂的东西 它一定有越多的因缘和合 那么有显然意见的 有深长难见的 一定有这些东西 那么你要去理解 那么把它看清楚 那么解决的方式一定有次第 你一定有方法 你一定有次第 那么你要照着次第 顺序错了 有可能就达不到目的 所以好好把这些弄清楚了 那么不慌不忙的 不急不缓的去解决它 我告诉你 多数都可以解决 真的 那有些不解决的 因为你知道它是不能解决的 它也不会对你造成困难 也不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 它说这要勤修八段行 八段行是什么呢 信欲勤安 念之失舍 好 修八段行 念五过失 自然成就定心 如破除了障碍 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一样 就是说到底什么原因 造成你不能得解脱 要受苦 那你之所以有苦 苦的根本就是 就是你没有智慧 没有无漏慧 你如果有了无漏慧 就算还没解脱 你必然得解脱 就是虽然还没解脱 像正出国的 虽然还没解脱 必然会解脱 而且不会很久 顶多七次人天王满 而且七次人天王满的时候 他不会落三二道 他已经保证不落三二道 在不落三二道的情况下 他人天最多七次王满 他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因为他生死的根本断 所以找到那根本很重要 就算你没有办法完全断 但是你一定会断 如果你找到那个方法也很重要 现在即使没有办法解决 他一定也可以解决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政见很重要就是这样 好 我们让你再看 所以如破除了障碍 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一样 那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灭旁 或是乘佛 那么五过失以八段行 以下会分别写说 现在总列一表 好 我们来看这个表 灭的五过失 懈怠 他只是写懈 就是懈怠 然后旺盛言分成调局 不作行跟作行 那底下有八段行 那解底下是欲精进信清安 然后旺盛言是相对正念 就是八段行各灭哪些烦恼障碍 那解怠的障碍是由欲精进信清安灭除的 那正念是由就灭除旺盛言的烦恼障碍 那正知就分成调局 就正念正知 然后失就灭除不作行 舍就灭除作行 那作行不作行后面会解说 不作行在三百四十五页 你看三百四十五页 微断而作行 事物随必转 就是作行不作行 他这里会讲 好 三百四十五页 三百四十六页 再讲作行不作行 那我们后面再来讲 这两个名词我们比较少见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现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 他说八段行是信欲勤安 念知舍施舍 那这个表里面 你看他写什么 欲精进信清安 正念正知施舍 有没有 那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你们都没有发现到 他刺激不一样 有没有 他八段行他是信欲勤安 有没有 信在前面 然后欲勤就是精进 然后在安 勤安 然后这个表里面是欲在前面 有没有 那这个 我们先来看好了 先来看这个 先讲这个八段行 这个断行 断行也是一种 断行我们也比较少听到 那什么叫断行 那么断行 基本上就是断除这一些 这一些 现行的这一些烦恼不散法 那么就是断除这一些烦恼 然后才能够到达目的地行 才能够转 才能够到达你所要的目的地 就是你必须 你必须断除这些烦恼 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所以叫做断行 那么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 类似像八段行这一种 比如说 我们几个例 就是佛法里面 八观瞻 八段行 八倍十 那么类似类似 断除烦恼 能够到达目的地 背弃 那么这一些障碍 那么关闭 禁闭 关闭 那么栽事清新 或是 它是栽戒清新 那么关闭 关闭这一些恶邪 那么类似 那么这个比较偏见 这个比较偏定 这个比较偏惠 这个也是讲定的 尤巴贝舌 尤巴贝舌 成就八胜处 转成八胜处 但是这个比较偏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面性定 所以它这个比较偏惠 但是它的名词大概一定像这样 关啊 断啊 背蓝 就是说在这一些影像里面 八胜处我们就比较知道 关就是关闭禁制 那么这一种比较不好的行为 那么它这个是由世间到初世间 所以八胜处是在家忍受的出家间 由世间到初世间的 由无意的染污到清净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这里讲的 因为五种过失 它基本上它是要由戒到定 成就定 它基本上是要成就定的 这个是由定到会的 八胜处是由定到会 要成就会的 那八胜处基本上是 你看它这里好像前面的定理都没有讲到 主要是讲到关不禁 那么你内心有不禁想 然后关外面不禁 内心没有不禁 内心没有贪 内心有贪啊 关外色不禁 内心没有贪啊 也一样关外色不禁 就是让那个贪爱断除 主要是这样 然后后面就空无边 室无边 无所有 非常的危险 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一个灭性地 那么被捨就是被欺跟捨除 那也是烦恼 被欺捨除烦恼的束缚 那这个是断除烦恼 这是这一些障碍 然后能够到达目的地 那么关灾是关闭这些烦恼 禁止这些烦恼 能够得到亲信 能够承办这些功德 它基本上 你看这个尺有点点一样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它有一些不同的 那这个八倍舍除了这个 心有贪官外色 心无贪官外色之外 其他就是四种无色电 还有光明响 然后面信电大概就这些 它主要就是定 然后这些定 因为它最后是面信电 面信电是无肉的 甚者才有的 所以它是由定到会的 好 那我们只是举例 就是说它像断行文 比较少听到 如果我们没有读这个 可能我们也不晓得 什么是八断行 比较少听到这种 还有什么做行不做行 那这个其实都是 像解释命迹里面的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等一下后面你还会说 八断行有时候叫八盛行 或八勤行 盛行或勤行 它也有不同的方法 好 那它这里 我们先看后面 因为它的次第不太一样 就是你看它 你解释电话经文里面 它其实是 性 欲 情 安 就是由性在前面 那么有些是从欲在前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看后面的 他后面有讲 然后不是后面没有讲 但是导师没有特别说 但是他有在解释 他解释 然后我们再来 我们把这个解释看了 我们再来说 他这个次第 他这个次第 然后再稍微解释一下 好 他说谢定为定帐 性情等对质 就谢但 他基本上就是由借到定 就是你这个定怎么成就 哪一些烦恼障碍你不能得定 主要就是这样 那他说最主要的 你不能得定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懈怠 我有时候我一直觉得懈怠不容易对峙 我觉得懈怠也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法堂 那你不是不会精进 你精进不了多久 精进不能就是没办法持续了 有本心异方 恒常心难持 真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就是 懈怠这个还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这种烦恼还真不容易对峙 那么你要对峙懈怠就是 你要很精进就是 你必须要有正思维 如果我们讲过 如果我不做 没有人可以做给我 如果我不自己做 别人没有办法给我 如果我做了 那么我一定会有 那么你要不断地这样告诉自己 所以第一个 我应该要赶快做 现在做 我一定要自己做 那就是要这样 那么你这样 其实就是你不断告诉自己 不断控制自己 那么观念确立了 你就会比较容易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就会说 你就会告诉 你还是告诉 你现在也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 你不断带也是自己告诉自己的 都是心的力量 思维的力量 真的 你如理跟不如理的思维而已 你就觉得 反正大家也都没在做 所以我也不用这样做 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做 所以我也不一定要现在做 然后 说不定我不用做 然后别人做了也可以给我 所以我们最常有这种观念 就是超度的观念 然后就是别人修了 然后我因为共同他 他就可以把他的功德给我 所以我不用自己做 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确定 所以你会懒惰现代 其实那跟你的不如理事物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 有那种安逸的习惯性 图安逸 贪图安逸的习惯性 所以你要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你要努力都有一点辛苦 带一点辛苦 艰苦 带一点辛苦 但是我们有贪图安逸的习惯性 贪图安逸的习惯性 就是这样就好 然后有就好 然后就是在某方面 在武艺方面我们又不知足 在修行方面我们又得少为主 问题在这里 就是在世间的这一些 你应该要知足 然后在修行的这一方面 你一定要不知足 但是我们反过来 我们在武艺世间的这一些虚妄的事上 不知足 好 还要更多 还要更多 但是在修行这一方面 我们就得少为主 我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能够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得少为主 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也在问 但是就是说 实际上是很多人的问题 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要常常告诉自己 要怎么对峙呢 其实就是要常常告诉自己 常常告诉自己 常常提醒自己 那么久了久了 它就会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 你不努力 没有人可以不会努力 你现在不努力 你以后也不一定能有意味可以努力 有很多人就觉得 我现在没时间 我现在没空 我现在没因缘 以后有因缘在说 有空在说 有能力在说 结果就一直都没有 需要我下辈子可以 现在你知道 现在你已经知道 你都不愿意 下辈子你还不一定知道 你说你就会愿意 没有 不一定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是 你一定要是说 要把握了 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 我现在就去做 我能做多少 我就尽量做多少 做了就是我的 没有做就永远不是我的 我现在没有做 我以后不一定做得到 真的吧 真的 我以后不一定做得到 我现在没有做 我以后 现在都没有 因为现在你知道 你都没有因缘做 以后 以后的因缘是怎么来的 由之前的 由之前才有 之前你有做才有因缘 之前你没有做 那个缘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没有 不会突然出现 是由那个心相续 夜相续 缘才会相续 那你心都不相续 缘怎么相续 没有啊 没有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会比较积极的作为 你后面讲做行不做行 你比较会努力去做 要不然 单单要断这个懈怠的烦恼 就没那么容易 真的 你不是不用功 不是不经浅 而是不会常常经浅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他现在 他说禅定是修所成的圣子 就是要修了 那就是他不会说你不修就有 就是你要修才有 那么基本上要具足 第一个信心 那么第二个耐心 而且要不断的学习才能成就 就是你要一次又一次 所以要硕硕 要一次又一次 单单一次没办法 因缘不足 要努力 要专精 就是要专心 那么精进 专精思维 所以佛法 佛统常态跟弟子讲 我文法后 那么听了佛法的时候 那么你要先 你要理解他的道理 然后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就要缩缩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那我们的观念 其实也是这样 要一次又一次 像我们刚才讲 要裁修那个观念 你要去相亦思维 要一次又一次 无一无我的观念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色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星过去现在未来 哪一个失误 那一切有为法 如梦 如幻 如泡 如油 一次又一次的去 一次又一次的去思维 一次又一次的去思维 刚才如梦 就是你现在做了一个梦 起来了 你梦见什么 然后你在看一切的现象 是不是跟梦一样 你要努力去想 一定要很仔细 很专心 很努力去想 你慢慢慢慢 你慢慢慢慢 看到一切事 就是真的看到一切梦一样 你不会去执着 没有人说做梦 梦见老虎要追他 起来之后还一直跑 你知道发生那个是梦 所以你发现到 你会执着境界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你把一切境界都当真了 那你练清高清 一切有为法的梦胖 那个练好玩的而已 那个练起来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你真的去思维就不一样 那么现在不是一切有为法 现在发生的现象 就像梦一样 现在是你就算做了一个梦 你都会很认真的 我做这个梦 是有什么意思 你要去解梦 而且你很担心 我做了这个梦 是不是表示我要怎么样 有一些人做了这个梦 他就表示说 我梦见过去的现象 就表示我要死了 他很认真 他做了一个梦 他就真的去找他前世的情人 那这种情人就是 佛法都告诉你 即使是现在的 一切都是如梦 那么你却把一切的梦 都当成什么 都当成真实 你看 现在不是很多节目 那么会觉得 做这个梦怎么样 那么佛法都告诉你 即使是真实的 你认为世界认为真实的 即使都像梦里 要虚幻不真实的 我们却把梦都把他真实化 一样 那么修行也会这样 会把那个 你所感应到的境界 把他实相化 那么你就会被他束缚住 他就像一条一条的神手 绑住你 就会这样 你的思想 你的行为 你的观念就受到限制 那么你被他绑住了 就跟被武裕的神手绑住是一样的 其实一样的 都是执着 都是执着 都是我见我安 没有其他的 但是你会以为 你会以为他是真的 这个比喻就像你被铁链绑住 铁链像武裕一样 跟被禁链绑住 都是被绑住 只是他是金的 是比较殊胜而已 闪闪发光而已 但是你被铁链锁住 跟被铁链锁住 是一样被锁住的 那你绝对不会被铁链锁住 你会觉得比较殊胜 比较舒服 没有 没有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会来的这个道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时候 就是说 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是由你不努力思维来的 那么你必须要不断想 不断想 不断想 想回来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我们讲到这个耐心 很多人就是用佛法去解决 几次没有 他就觉得佛法也没办法 所以就会偏向外道 就像我们吃病 慢性病 吃了几次不咬 你就会吃那个类固醇 也就是这样 就是你没有耐心 他的病因就是这样 你多年累积的病因 你都很想 一下子就把它除掉 这个性是不对的 你要有耐心 那么重点是有信心才会有耐心 没有信心就不会有耐心 你对这个医生没有信心 你不会一直吃他的药 吃几次没有你就换一次 吃几次不好你就换掉 但是你对他要有信心 就算不好你还是会一直吃 但是就是说信心是先建立的 然后还要不断地学习 那么才能成就 好 所以从初学到学习成就 那么懈怠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我以前刚去福远的时候 那么我最大的问题 以前我们还要写桌记 而且是用毛笔写的 我以前写桌记 我最常写的就是 精进无门又攻不上 所以我展科也会讲到 就是我用了很多方法 那些方法都是世俗的方法 比如说我有烦恼我就去拜佛 从拜八十八佛到拜三千佛 很用力想要去除烦恼 可是拜了拜了 拜的时候没烦恼 拜完了之后 我发现有没有比较少 也没有比较少 所以送金要增加智慧 拜佛要去除烦恼 那么用了很多方法 但是就觉得你骗不了自己 你有烦恼 你有贪心 如果你会观察的话 就觉得并没有减少 那么好像问题也没有解决 没有 就像你灭定月真言 你也没有灭 一样啊 那么这样的事情让我很困惑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用功就是 打坐 诵经 拜佛 念佛 持坐 就是这样嘛 那么问题不能解决 我们就拜唱 就是我们夜站中 夜站中透过拜唱 我们就会好 那这个智慧不够 智慧不够就来念波勒经 所以我会念大波勒经就是这样 我觉得智慧不够 金刚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了 所以我要念大波勒经 就觉得这个有大智慧 但是你这样用功之后发现 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 就好像那些苦行外套 我有点能够体会 斯嘉摩尼果修了六年苦行 然后他发现他修了六年苦行 基本上并没有解决他内心的一些问题 但是大家都告诉他修行就是这样 修行就是这样 那些苦行外套他一开始在六年苦行的 那些苦行林里面 然后就是正学山那个地方 大家如果去印度就知道 那些都是住苦行外套的 就在那里面 大家都这样修啊 他一麻一脉是要修六年 如果是我 我能够坚持一年 我看我就了不起了 他修死六年 但是他深深的觉得 对他的烦恼或是对他的隐没 虽然我很用功 很用功了 非常用功了 但是很努力很坚持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我那个时候恋事有一点像这样 就是我们也从拜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以前大参为我 我在现在的时候就很常拜 有时候一天拜两次三次 真的 就一有问题就拜了 那个时候也有一点感觉 就觉得还有很有效 但是不会死死有 那不会有感应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越上重 不虔诚 那其实问题不是这样 那基本上我常常觉得就是 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 精进武门用功不上 就是我想精进 到底怎么样才是精进 我想用功 但是我在怎么用功 我记得我作记里面 你常常写这两句话 就写给我们的交互展看 但是我不晓得 这样的用功到底 就是对我的修行 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作用 因为有没有 其实你自己知道 你拜我 那个时候我已经拜到很快了 我拜下去很快 非常快 就是要拜三千拜 本来是八十八佛 后来就拜三千佛 就觉得问题多 就觉得要消灭这样 就拜很快 而且不会累喔 我真的不会累 但是 拜完之后也没有觉得问题有解决 拜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你很气这个人 他常常作弄理 我们只是假设 很作弄理 当我去拜佛唱会完了之后 他也不会说不作弄理啊 那这个人回报你 你去拜佛唱会之后 而且还替他唱会 前面来写个 跟运亲战主的牌位 谁谁谁 我就给他喝一个牌位 不是死的 就是 产生入恶那种 就是 就是 是不是替他唱会 替他运亲战主唱会 而且还帮他给一张 等他说我去买那个书 点在我的佛桌前面 还写他的名字 可是 心底好像也不是这样就解决 所以就觉得 我不这么用功了 到底还要怎么办 可是 好像也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慢慢慢慢开始找到 其实开始知道 到底问题就在哪里 就觉得 最大的问题不是 不是我不知道听见 不知道 就是不再是这个问题 而是懈怠的问题 就是我们用功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很努力的一直用功 就是总是会用功一阵子去 然后就会停下来 就是像这样 像股票的曲线一样 一开始是这样 开始说我是这样 冲很快 然后一下子 因为你身心是有疲惫感的 你不会一直在这样 然后你的心会随着这样就掉下来 会掉下来 然后掉到谷底 然后又觉得这样不行 就开始流水上上了 反正常常在这样 那么就觉得 最大的困窝就是懈怠 懈怠 真的 真的就会有这种感觉 一开始不是 一开始是觉得 我到底要怎么用功 是这个问题 后来就觉得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一直用功 就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懈怠我觉得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即使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是个问题 不容易 所以他这里讲到 他说懈怠是最大的障碍 真的 那要怎么用去除呢 我们来看 他修非修性情等对峙行不可 那他基本上就是懈怠底下有欲精进性清安 那清安其实就是你从精进里面得到好处 有受用 有受用就不懒精进 真的 那么最大的就是你有受用 那么我们就说没有法喜 那就是历史像清安 清安是身心上的喜乐 就是你有受用 你有受用 但是你要精进到有受用 其实要一段期间 那你怎么样度过这段期间 我们讲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一般人不容易 如果你的信心不拒绝 你是不容易度过这段期间 就像有点像你要走过一个沙漠 你才能够到密宗 到密宗就没有问题了 你带着水可以很轻 轻力的走过下一个沙漠 但是你还没看见绿洲 还没有解渴之前 你不容易就度过这个沙漠 我们那往底下看 他说懈怠是对善事缺乏勇气 敷衍 这里导师用了一个 我们比较少看到的一个名词 叫做懈态 也有叫做意态 或者叫懈态 或者叫意态 我看国语词典都写意态 但汉语词典写卸踏 排泄的卸 那不管 那么卸踏基本上就是怠惰 卸怠的意思 懒散的意思 可能有点像台语的踏刷 踏蟹 在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 患善 懒散 懈怠 类似像这样 为葬精进的烦恼 那基本上 有时候我们就是敷衍了事 反正可以就好 类似像这样 那修行有时候 有时候这种老实讲 这种还是众生多结来的习气 老实说我自己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对峙 那你要时常鼓励自己 彻立自己 你要时常鼓励自己 而且你要常常提起无常想 你才有办法 因为我们都觉得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机会 类似像这样 如果你的无常想比较 比较深刻的话 你就能够比较容易提了起来 那通常我们除非是身重病的人 好像是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那么他才会比较要去做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通常都没有什么时间做 你看那个天人 天人基本上都是修善法去的 而且有很多都是在人间的时候 是佛陀的弟子 在家居士的弟子 然后因为听了佛法伸到天上去 即使到天上佛陀说法的时候 一刚开始升天的时候 佛陀说法的时候 他都还会下来去 天年的寿命都几千年 但是就是因为他寿命长 他总觉得有的是时间 如果你能够活一千年 我们这样活一百年 我们就觉得有的是时间 如果而且我们一百年的前面几十年 都还不知道 天年不是 天年一生去没有多久 他就知道 他如果他可以活一千年 假设 因为看每一个天不一样 假设 我们从世王天开始说 假设他可以活一千年 我们人间的一千年 那么 我等九百年过后 我再来修都还来得及 整个 就人间修一百年 他才修个几个月或几年 他可以进阿罗汉 我还有一百年 我一百年来修就可以 等到一百年之后 你就觉得 我最后十年再修都还可以 就这样 等到武山向天了 他来不及了 他才觉得没办法 而且一开始他觉得 他会告诉他自己 他要长长下来 天佛说法 因为我能够升天就是 就是我修学 武器的慈善 然后天佛说法来的 然后来几次以后 他就觉得天上很忙 因为他要忙这个忙那个 他们都是宴会 他们不用去赚钱 但是他们有很多宴会 然后忙着忙就觉得没有空 下一次再去 后来就都没有去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天人容易懈怠 天人比人更容易懈怠 那善恶道士 没有办法轻敬 没有办法 他那个障碍太重 他就是要轻敬也轻敬不起 他顶多就是轻敬起盘 轻敬造业 像这样 那天人就是 他不太容易起 比较粗重的烦恼 但是他也不太容易轻敬 所以人间跟其他六道比起 有一个书生叫做 永本圣 就是他比较会轻敬 他比较好轻敬是因为 他比较有苦 所以他有一个叫做永本圣 意念圣 永本圣 就是他比较会轻敬 比较愿意为离苦去努力 好 所以有时候生活过得太好 也不一定是好事 太幸福美满不一定是好事 他有可能产生 很容易产生懈怠的障碍 包括后面的旺盛也一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唯葬精进的烦恼 就是你不会努力 要灭除懈怠非精进不可 那么当定的休息精进 他现在开始讲次第了 但是我们讲他这里的讲次第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就是跟我们前面说的 所以我们先来说 要从对于禅定的需求愿意而来 我们把它写在黑板上 等一下我们再来对照 因为他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到底是 到底是欲在前面 还是信在前面 那如果我们从武登武力的话 信进念定位 信是在前面的 信然后才精进 然后当时他又讲欲为情依 那么信为欲依 信又在前面 然后就是欲在前面 这信在前面 这个信在前面 那信为欲 欲为情依是信在前面 但是这里讲的又是 这里上列这个表 他又是欲在前面 好 那我们先来看 他第一个 依导师这里讲的 我这边看了好几次 他到底是 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我就把它稍微 稍微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看这个 修订要精进 对之懈怠 精进 他底下是 我们看他前面的是八段行 八段行是信欲清安 但是他这里列的表 是欲精进信清安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列呢 也是有原因的 但是导师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依导师说的 然后来说 来看 第一个对禅定的 希求愿运 希望追求 希望得到 希求愿运 发起善法欲 所以我们看起来 刚才念的那个 大波罗金 五百八十五卷的 我应引发 殊胜俱律 它其实就是一种愿运 我想要得到这样的 禅定 为什么呢 然后由这样的禅定 能够引发神通 就是对于你 殊胜俱律 就是这个禅定 就是这个禅定 你有想要得到的这一种喜 愿运 希求 追求 希望 那么他追求愿运 有这个愿想要得到 第一个是这样的 所以他讲 如果一心想成就禅定功德 非得不可 自然就乐意 乐意就是有那个欲望 这个其实就叫善法欲 修禅定的善法欲 一般我们讲 善法欲 那跟五欲都不一样 欲有两种 一种是懒乌的 那个是对五欲的追求 一种是 一种是可以让你得解脱的 那么这个是善法欲 那么一定要有善法欲 那么修禅定有一个 很主要的心下 心上厌下的欲 心穷 心上厌下 对于欲界的这一些五欲的过犯 跟色界不色界的功德 那么你想要 就像你要从平民区 搬到高级素材区一样 因为平民区卫生不好 怎样怎样一大堆 哪个高级素材区一样 你想你有这个欲观 有你问题赚钱 我要搬你这个平民区 我要出最高级素材区 你就是像这样 那你就是看到它的好处 那么看到这里的不好 那你欲 我们讲 定是色无色界的 那你一定要离欲的篮桌 你才可以生色无色界 就好像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一定要有出离心 出离这个娑婆世界的篮桌 你才能够到极乐世界 一样的道理 所以它也是一样 往生建筑它也是心求极乐 然后厌离娑婆 它一样是心善厌下 一样都是要起这个 这个都会上法律 好 那第二个 然后就要先起这个 第二个是从信心 但它说但这要从信心中来 所以我们这样看 等一下就到底 那到底是 所以你对禅定的需求怨运 你看 要从信心中来 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追求这个禅定的需求怨运 要从信心中来 那意思就是信心是在前面 你要从信心 你要对于禅定的功德 我们讲前面信心就实德了 你要对于这个禅定的功德 跟不得禅定的过患 通常都是这两个 就是说我得禅定有什么好处 禅定对我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不修禅定 你对我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坏处 基本上都是要这样去想 就是功德跟过患 你要能够理解 所以佛法阿安经里面讲 未患禅 就是你贪着这个无欲 这个是贪着这个无欲 你要思维他的过患 你要用方法去远离 你能够禅 那么是要思维他的过患 那你能够得 这要思维他的功德 你想要追求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追求这个 你有了这个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有了这个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要相信 而且你真知道 你相信真的我这样做 就有这个好处 我才会去做 一样的道理 但是他说这个要从信心中来 所以这个是由于这个 所以信就在前面了 他讲 但是他这个里面讲 欲精进性 对于吸血愿意 但是他说自然能够精进 第二个就是他自然能够精进 乐意休息 想禅就禅定的功德 想成就禅定功德 就知道这个功德 那么就自然精进 你不用人家逼你 不用人家要求你 你自然就会去做 很简单 你想要健康 想要漂亮 你就这个敷这个面膜 可以对你比较漂亮 你就天天去做 那你花钱你也要去做 还蛮好一点的 那你知道这样 这样运动对你身体好 不用人家逼你啊 不用人家给你规定 你跟过你自己去做 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就是你要相信 而且你有这个需求 那么你就会想成就禅定的功德 那就乐意休息而不疲借 就能够对待懈怠 不会疲乏懈怠 就能够精进 乐意休息 而不疲借就是精进 精进就是对待懈怠的 那这里就是精进 这里就是欲 基本上是这样 那第一个就是精进 欲之后就是精进 好 他说但是这要从信心中来 那这里第三个看起来是讲信心 但是他说这个都是要从信心中来 那所以信心就在前面 那又在中间 等一下我们先来讲 他说这要从信心中来 深信禅定的功德 他写在第三个 但是他说这两个都是要从这个来 那所以这个应该是在第一个才对 那等于我们再来说 深信禅定的功德 深信心定是可以休息而成的 他先讲两个 第一个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一定要做到 他就讲这个 深信定 是可以休息的 这个很重要 不是定的问题而已 包括解脱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现在是末法 解脱是不可得的 因为不可得所以你就不会去求解脱 所以你只能求往胜 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要修定也是这样 定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修的 所以我会讲 基本上要有这种观念 第一个我愿意 我可以 我会努力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要先你要愿意 那你愿意相信 你不相信你不会愿意 然后你要知道 解脱是可得的 但不会是我 那你也不会做 那别人做 别人可以解脱 但是我不行 别人智慧高 烦恼轻 可以解脱 但是我不行 我烦恼重 我智慧我不行 所以你就会把自己比除掉 那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没办法精进 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都是出在这里 就是我们被误导 我们身在末法 我们烦恼重 那么这个时代又是边地 又是末法 我又是那一种 智慧把烦恼障害重的 所以我是不能得解脱的 我怎么修也不会得解脱 是有解脱 但我不能得解脱 麻烦了 这个问题麻烦了 这个导致我们 就算用功也勉强不久 有气努力 何况你根本就不去有功 为什么 就算用功也没什么用 那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必须要从身性定 是可以修行的 包括解脱 包括乘佛 乘佛是可以乘的 这个又更难了 那么现在是 我们先看这个次第 但是他说 这个要从性来 所以这个又变成到前面 等一下再来看 这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信是可以修行 那么更信自己能切实修行 第一个 这个山里面的第一个 信定 这个定是可以修行的 第二个 自己 自己能切实修行 我是可以修的 定是可以修的 我是可以成就的 成就是个定的 我可以得到定 解脱是真实有的 我是可以得解脱的 那是这样 那么我一定要解脱 这是第三个观念 要常常告诉自己真的 后来我就觉得 我们一定要常感觉有这种观念 第一个 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可以这样做 我现在就要这样做 我愿意 我可以 我会努力 真的 那么你常常告诉自己 常常告诉自己 慢慢慢慢 你就会进去 而且你就会相信你自己真的可以 现在重点就是方法 赤定 然后时间 耐心 一直持续的 不急不缓 其实不要急 就是努力 精进不是急 但也不是缓 不是急着要到达 因为你因缘 你就是你没有去除那个因缘 你急着也没有用 就是你要 以许许 就是也不是许许 就是很努力的往前走 但不要急着 很急躁的走 就没办法 很容易受伤 所以你就是 知道的方法 而且知道这样可以 你就是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你剩下的就是时间跟坚持而已 你不缺乏的努力 你不缺乏的努力 但是就是这样一直做一直做 那么时间到你就会越来越 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越有信心 其实是这样 所以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问题 我虽然很多人没有办法努力 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我后来也总结 总结就是 主要一个问题就是 相信自己跟相信佛法 这两个问题 因为我要学佛 我要成佛 就是我跟佛的问题而已 我要走成就的是什么 你要先 所以我后来 我后来曾经讲过一个主题 叫做相信 以前我去大陆上课也讲过这个 相信相续 就是要持续 就是我们慢慢找出一个说 那是最重要的是要相灵 就是你要修的是真实的 就是慢慢慢慢你会有 但第一个要先相信 相信主要有两个 信念语的信是最初的 相信自己 然后相信佛法 因为我要学习佛法 我要成佛 学习佛法是要成就 成佛 所以你对佛法要理解 那就好像我要到这个地方 我要对那个走到的地方 要理解 然后我要怎么去 我要走多久才能去 要看多少资料能够去 这个你要清楚 那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就没有问题了 那你怎么样相信自己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真正的信是有了解了 了解自己 然后你怎么相信佛法呢 要了解佛法 你不是盲信 不是人家输了你就去 而是你真知道 你要了解佛法 那了解佛法 不外乎就是 从文师下手 那了解自己 不外乎就是 从观察下手 观察自己 那知道自己 现在作为人 那么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能够学习佛法 是很不容易的 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是很重要的 要确认自己的价值 你才知道自己 要往我旁边去努力吗 这个是很重要 那我发现到很多的佛教徒 很多的问题都在这里 那是不相信自己 相信佛法 他不一定相信自己 那他相信的佛法 他并不了解 他就纯粹只是相信 跟基督教相信上帝 回教徒相信阿拉 一贯道相信的一个无神老母 他也相信 苦行外道相信 苦行死了就可以得解佛一样 其实这种相信是没有价值的 他就是民信 就是盲信 盲信 盲修 瞎念 已盲 就没办法 就相信 然后相信了解之后 接下来就是持续而已 相续 相续才有力量 就是一直努力 就是这里讲的 就是 你就是要坚持 坚持努力 耐心 信心之后 信心之后就是耐心 坚持 这个就是相续 持续这样做 所以要硕硕 持续这样做 然后久了 就得身心清安 他会相应 真的 就说法 法会入心 会得到清涼 或是你会得到 你会知道 我烦恼减少了 真的 以前我这样会起烦恼 现在不会 那个就是相应 我常常讲 最大的相应 不是你见佛 见花 见光 不是 而是 以前会起烦恼的 现在不起烦恼的 以前没有慈悲的 现在会慈悲的 以前不会分别的 现在会分别的 你跟界定会解脱相应 不是见佛 见法 是见法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我们再来 先来 先来把导师这个 先讲 这个其实是一个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实际上 其实我们 怎么样对之懈怠的问题 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发现到 这个是普遍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我的问题 那么自己能 第一个身性定是可以修 因为我要得到这个目标 而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那么 更信 他说更信 你看 不但信 定是可以成 而且更相信 自己 能切实修学 我是可以得定的 能切实修学 不要说我做不到 不要说现在这个末法做不到 是可以做到 是可以做到的 我是能切实修学的 我可以做到 那这里就是我希望得到 我希望能够得到 那么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得到 做得到 我希望能做到 但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然后他这里有 一定能有成就 一定能成就 没有这两个 就两个 好 那么导师 接下来讲 有了这样的信念 自然信为欲依 亦为情 这个前面也有讲过 信为欲依 就是你有发起这个欲愿 你看他这个就是信在前面了 你想要得到定 那么前提是你相信 你有这两种相信 就是你发起对禅定的需求愿意 前提是你相信 定是可以修的 你自己是可以修定的 而且你修了定 可以得到定 自己可以修 而且我一定能成就 这个如果是第三个 就是我一定可以成就这个定 所以他这里讲 欲为情依 你有这个 就是你有这个相信 你才会起这个愿意 你有这个愿意 你才会努力 所以变成你信又在前面了 那信怎么又在前面又在后面 你也在中间呢 他说那这样你就请修 在禅定的信心中 第一 要深信定静的清安智障 你看他这里又分了 那么 所以这个信他基本上 就 他既在前面 那也在中间 那所以这里 如果这样来看 这里是 这里是 在这边的 那他说 在禅定的信心中 第一要深信定静的清智障 就是定的功德 那这个跟不一样 也深信 定的清安智障 定静得清安智障 这个以前也有主持大友讨论过这个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来写 定静得清安智障 这是他的功德 所以他这里是清安的 这个是已经第四个清安了 清安 而且他也是信的 就是他基本上这里是 信已经是贯通的 从欲里面 由信然后产生欲望 想要修善法欲 那么 基本上 你就会努力 你也相信 您这样努力 可以 你这样的努力是正确的 而且你这样的努力可以得到 你才会努力嘛 所以这个经济里面 也是有信在里面的 但是如果要从这个次第来讲 信还是在前面 信济里面定位 但是他这里的欲就是引发那个善法欲 好 所以他说 使自己的身心清安智障 那么你这样 这个就是第四个清安 就是这里的 欲精进信清安 老师基本上是 照欲精进信 欲精进信清安 这个次第来写的 但是如果你照这个文来看 他说 这个信是在前面的 我们等下再把这个讲完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说 如定 如于定的清安而能深信 你看 这个定安的词为引发精进的要所 所以就变成信它是一开始的 而且贯穿在 贯穿在这后面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证件 证件贯穿在证思维 证思维是因为证件 证与证业证明是因为证件 然后证念证定还是因为证件 到最后引发无漏证件 有点像这样 好 所以信心一旦是有的时候 他就都在这里面 他一定是夹带了这样的信心 不过这个信心是越来越深刻 所以修信 欲 勤 安 四种段行 八段行里面 这个是前面四种段行 灭除 懈怠 过失 那么 十次贯彻与修定的始终过程 就是到最后基本上也是要这四个 但是在开始修行时 这是因特别重视的学程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这样的 现在先知道 这样分四个 那这四段行 我们先来理解 到底是信在前面 还是欲在前面 这个在于且师弟里面 有另外一个名项 叫做似于迦 似于迦就是八段行 好 那我们来看 好 我们先讲似于迦 尼且师弟里面 有一个另外的名字 叫做似于迦 似于迦 似于迦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 尼且师弟论 尼且师弟论卷二十八 论 尼且师弟论卷二十八 他讲似的 似于迦 似于迦跟八段行 其实他就是分开来 就是八段行 等于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 他说 由信故 他就是由信开始的 但是八段行 他这里 基本上是由欲开始 由信故 于应得意生生信选 就是你要修定 就是可以成就的 而且我修是可以的 深深信教 你相信 第二个 这个是信 第二个 信应得意 我可以得 而且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 所以讲经信也是三种思维 如果我不做就没有 如果我做了我就会有 如果我不自己做 别人不可能做给我 大致这边里面讲的 他讲由信应得意 余珠算法 余珠算法 升起要义 这个就是欲 这个就是欲 信应 第三个 要欲目 他就是讲那个次第 座业策立安住金钱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 你也不要希求别人鼓励你 自己常常要鼓励自己 我常常觉得 对自己要有信心 自己要肯定自己 自己要鼓励自己 但是也不是傲慢 那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信心 对于我们能够证得佛法的信心 所以常常要鼓励自己 要肯定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奏业策立 所以经常的策立自己 安住金钱 这样你才能够努力 这个是叫做精进 那有时候叫做勤 那这第三个 这四语讲 第四语 应永满发精进 ? 也许 6 4 5 6 3 色塑方便,能得未得 能處未處,能證未證 能證未證 這個叫做方便 那前面這三個,性、欲、精進 就是這個,我們看這個 就是前面的性欲、精進是一樣的 那方便就是後面五個 方便就是後面五個 就是欲、精進、性 但是它這裡是講性在前面 那這裡是欲在 這裡導師這裡寫的是欲在前面 那基本上還是,如果這樣來看 因為事欲將就是八段行 所以性是在前面的 那導師的說法 它雖然性寫在第三個 但是實際上它的意思看起來也是性在前面 所以性欲、精進 然後後面的方便 這個方便就是後面的清安 能得未得,就清安 然後正念、正知、施捨 基本上就是後面的 後面的正 所以施正寫就是八段行 所以施正寫就是八段行 那 這個 研究余解釋的一個 余解論經的頓言 它就針對這個問題 就是到底是性在前面還是欲在前面 它有這麼說 余解論經裡面有講到 卷清 余解釋論經 余解釋論經 它卷清裡面只要收到 我就參考了 因為它既然講到這樣 就有一點點複雜 因為它明顯的性欲清安 跟欲解釋性清安不太一樣 它說 前面的事與卷 就是余解釋論裡面卷 28卷裡面有講事與卷 然後這裡又講到八段行 他說 事與卷就是八段行 那麼 此中性為初 故余論文 性為欲欲 就是 它裡面說到 我們就不用寫了 大概我們就講到意思 他說 有的性在前面 事與卷裡面 性是在前面的 八段行裡面 欲是在前面的 那 他講到 性為欲欲 你要起這個 善法意 你必須先相信 那你想要精進的時候 你欲精進 就是你有這個善法意要精進的時候 也還不理性 這個就是導師這裡講的 他講到 這兩個都要從性中來 這個其實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 一開始有性 但是你有這個善法意要精進的時候 其實都不理他這個性 那麼 所以 這樣看來 性還是在最初的 那 但是因為 你性雖然在最初 但是你要起這個 你要起這個 發這個願 想要去做 那麼還是要性 所以 他 也不離開這個性 所以 這個時候 性又在後面 其實是這樣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性願型 性在前面 然後後面是怨 怨 怨就是怨 怨慾 像這樣 好 那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就稍微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 與解 4DNJ2219 他是怨在前面的 那 他是與解 性就在前面 所以 到底是性在前面 還是怨在前面 如果 中和級來講 就是性在前面 但是性雖然在前面 怨跟怨都是 依性而有 就是這樣 當然 所以 想起來還是性在前面 好 那 導師這裡的解釋也是類似 看起來也是這樣 所以 他性是 他是照那個 八段形的次第來講 就是 遇先講 但是講到性的時候 他就是 遇跟遇都是要遇性 其實就跟頓文講的一樣 我曉得裡面 你這樣講得有點複雜 不知道你們聽得懂 聽不懂 稍微再去想一下 就大概知道了 好 我們接下來 我們底下 講到正念 正知 正念 正知 是很常見的 正念 正念是什麼呢 正念 陳襲遠 令心不如善 來看 明記不忘念 安住而明顯 明記不忘念 那 主要是使心在同一個靜向上 安定下來 就是 你就很單純 就是同一個靜 比如說屬息 你就關 呼吸 關出入 那你不禁關 你就去關這個屍體 反正不禁向 先從一個不禁向 開始慢慢慢慢關 那你關清枉次白 就關清就關清 清下 跟地勢往後一樣 就是 他就是 鎖遠近很單一 他這樣比較能夠專注 專注才能得定 其實是這樣 那有很多種方法 這裡主要 他說 所以在同一個靜向上 安定下來 因為北傳的修訂的比較少 因為多數話來都念佛 那麼比較少專門 像南傳這樣 有在修訂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可能就比較弱 我們大部分北傳的就是種拜餐跟念佛 那麼長修雖然有 但是也比較偏向 偏向所謂的畫頭禪 那畫頭禪也是 從一個畫頭他也是單一一樣 托子時事的是誰 或是念佛的是誰 他也是單一 但是比較跟 跟當時佛頭說的這個 清枉次白 第九魔風 安娜波納 吳敬觀 吳廷辛這些 他比較不是那麼一樣 這導師畫面也有講 所以他講 使心細柱以靜 定他最重要的就是心一靜線 使心細柱以靜 在一個靜上 是正念的力量 正念如神所一樣 使心細在一靜上 不自留善開去 其實就是專注了 細心已出 基本上如果我們要分這個正念 先看導師的解釋好了 他說念什麼禁呢? 是承襲緣 就是過去修學的這樣的一個境界 緣是所緣禁 就是比如說你曾經灌呼吸 就是你過去血的 那你就專注在這個呼吸上 那承襲緣是曾經灌血的景象 比如說念佛 你灌阿玉老婆 那白豪像 光白豪 類似像這樣 那就是你承襲緣 其實就是你曾經修血的這樣的一個法 如修念佛的先要審視觀察佛像 修習時意念佛像 使佛像在心上陷起來 那麼觀佛的 這個修念佛 念佛跟觀佛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的念佛 基本上就是慈禮念佛 那麼念是心念 就是其實是跟觀有關係的 那麼也有念佛上面也有觀佛上面 那假設我們說觀佛 比如說觀佛要受盡 他就講十六觀 那十六觀也不是一開始就觀佛 因為觀佛不能觀 那麼也有直接觀佛 那他因為你一開始佛三十二相 你要從來一個下開始觀 他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就是先大概看一個佛的無闊 但是比較多的是先從回系點開始觀 從一點然後再擴大 從白豪下開始觀 從白豪晚轉無虛 白豪晚轉身體也不容易觀 然後從白豪下開始觀 因為他比較容易嘛 就一個禁 你要整個觀三十二相 你要怎麼觀 沒辦法 一開始沒辦法 那所以通常如果觀佛的話 你看觀佛要受盡佛裡面 觀到阿彌陀佛之前是從落日到開始 落日的觀明 那你說日出不是更觀明 日出觀不了 太陽剛出來你觀沒有幾分鐘 太陽就很大了 你再這樣觀你眼睛就瞎掉了 你沒辦法觀 你沒辦法觀 那日落的觀明可以 然後你就取向 然後專注 因為它就是月圓圈而已 還要光掉 所以它一開始還是要耽誤 那你不可能 不太可能一開始就三十二相這樣觀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講的那個阿彌陀佛神經社 下巴光明無短 然後白曜文長無虛 你乾目澄清之大 那個是已經是 你有稍微 你已經經過那個前面的落日公明子台 才可以觀這個 不然你就觀不來 沒辦法 然後關完了才關 關極樂世界的震報運報 就是關極樂世界的蘇生莊園 那這個是慢慢慢慢越觀 就是越成就的 所以它 我們再看看 它講到這個念佛 那麼 省系 省視觀察佛像 那休息時 意念佛像 使佛像在心上現全 那你這樣看 有一點點 怕你會不會 我們做作出有兩種 一種就是從一點 白曜文開始觀 一點就是 從輪廓開始 就是有一個大概的輪廓 然後慢慢慢慢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是這樣的 那你要一開始就 看這個佛像 喝得很清楚 然後慢慢都 佛像很清楚 其實不容易 還是要從一個單一的 開始觀才能 如修不敬念的 就先取清淤濃難等無形象 不敬有很多種像 有九種有十種 那你不可能一開始都觀十種 有沒有 就是先取一種 先取一種 就好像三十二像 你先取一像去觀 那你不敬像有很多種 那你不可能整個不敬變化 你都觀 那就亂來 那心就不能專注 所以先取一種 這一種成就了 再取下一種 從單一的 從單一的一個人 然後再觀一切人都是這樣 那你一開始再觀一切人 你沒辦法 就是那個廣 周片你沒辦法 你要從單一個 一個 然後一下開始觀 然後漸漸就 這個很多都這樣 然後所有都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定就開始融入成就 好 所以他講念就是承襲盡的意念 正念基本上它就是正確的 正其實就是正確的 那麼明確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 那如果一一解釋就是 念是於篡息是 令心靈跡不忘 就是你意念 那麼修定 修念才能成定 所以正念後面才是正定 正念後面才是正定 那所以定是不能以幻想而休息成就的 不是你自己隨便想 亂想 幻想 那麼有了正念就能對置旺盛言 旺盛言是什麼 就是旺盛言 就是你沒有記得佛所教的 那正念就是你正確鳴記意念 佛所教的 那麼這樣修習能夠成就的法 所以正念你所曾經學習過的法 其實是這樣 那麼聖言是聖者所開始的法義 主要是佛啦 當然你舍利佛 目見人 大家設的都可以 他都是絕者 那麼作為修止的所言 念念不忘你所言 其實就是法 其實就是法 成習近 成習遠 就是你曾聽聞過的佛法 那教導你怎麼修行的佛法 你意識的 那修訂當然它有特殊的 比如它可能叫你持見 那你意念佛頭教你要不殺身 不偷大不血不忘你 那個也是正念 那個也是正念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正念就是 你要得定的修 只會修定的 那麼這個方法 那麼你要記住 比如說要教你安娜波娜 那安娜波娜就是觀呼吸 那觀呼吸還有觀出息入息 那如果沒有 前面後面 它就更一個方便就是修行 修一二三四五六七這樣 我修到十 不要修太多了 修太多了就亂了 就開始亂了 修太少會不容易 不容易專注 但是一般就是觀呼吸而已 不用修 那你沒有辦法 你才必須要修 那就觀呼吸出息 出息出之出息 入息出息出息長短 你知道 你就專注在那個所言上就好 那念念不忘你所言 就能令心不向於次出上 心就定漸漸的安變 那個其實就是 你把心專注在一個點上 我以前我記得 我那個時候還沒學火之前 修那個大作天小作天 那麼它是這樣 就是那個很早很早以前的 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就把 我那個時候是注意在這個 那時候還沒有學火 還沒有圖懂魔法 就看了很多那種到家的書 就自己還沒有 然後就關那個呼吸 然後那個呼吸進去的時候 這裡有一點 你就注意在這個點 然後心就別在這裡 就慢慢慢慢你心就沒有散熱 就在這一點上 當然它後來又有做關 這個呼吸進入這個裡面 做一個循環 但是一開始就是你 因為你氣息 吸入的時候它會經過這裡的點 然後你就會有覺知 然後你就觀察它 你就心細在那裡 當然佛法它只是 佛法沒有這樣叫 佛法只是叫息長息短 你知道 那你也不用去控制它 當然佛法也有人這樣選 反正它就是你心專注 令心專注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不像余次慈善 就心不會散掉 那麼它就漸漸的安定 然後來就變成它 它就有一個慢慢慢慢久 它就有那個定向主 它說眾生的心明瞭時就散亂 為什麼明瞭會散亂呢 因為你會分別 希望分別 因為我們心明瞭的時候 因為它不明瞭就是昏塵 昏塵也沒有散亂 散亂就是攀遠 眼跟眼睛看到這個 會想 這個人怎麼這樣 這個人穿這個衣服 這個人討伎伎伎伎伎伎伎 我們就這樣看 我們念佛的時候最容易 我們念佛的時候 看得好像在念佛 我就觀察過 我自己也這樣念佛我也知道 就是看 然後你心會這樣看過 然後看前面的 然後聽這個聲音 誰念佛念得這麼難聽 誰念佛都跟不上節奏 那個人腳步錯了 應該後腳拿後左腳 就一直散亂 一直分別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你明瞭 你清純的時候你就會分別 你分枕的時候 你也不會分別這些 所以它說明瞭時就散亂 因為容易判斂 那時候感官明明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然後開始會分別 就是一下子分別這個 一下子分別那個 一下子皮膚就覺得這裡癢 就燒一下 一下子就覺得你什麼味道怪怪的 一下子覺得這個什麼念佛的聲音 念到這個樣子 就類似像這樣 那你就容易散亂 散亂就是一下子想這樣 一下子想那樣 一下子看這個 一下子看那個 那麼心一進 那麼心明瞭的時候 就散亂 就散亂多了 那麼心靜下來覺得就打瞌睡了 昏塵 馬上不拍遠了 不拍遠不是 心不明瞭 所以這個就是昏塵吊 那這個是修訂的兩大障礙 那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你昏塵多的時候 昏塵多的時候 眼睛要張開 比較不容易昏塵 散亂多的時候 眼睛要稍微閉起來 比較不容易散亂 因為你眼睛一開 然後你容易昏塵 希望會有 那眼睛一閉容易昏塵 所以大部分是散分別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也不一定看 久了它也容易昏塵 就看了 就是你要對著這個煩惱 那麼你定才會成就 不然你多數不是在昏塵中 就是在散亂中 多數是這樣 念佛也一樣 不是在散亂中 就是在昏塵中 所以心一靜就昏滅了 睡著了 或是沒有睡著 所以我們如果去打佛妻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去打佛妻 都是做糾長和相伴的 最常見的就是 它很明顯就是昏塵 昏塵就是它有個線就是 但是你看到它昏塵 你就會用相反打它一下 它會覺得我沒有昏塵 我知道我在念佛 我會說我會這樣 比如說我在打佛妻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很專注在念佛 那為什麼會打我呢 你打錯了吧 其實你就是有那個昏塵下 人家才會點你 你知道嗎 它也不是打你 它就會用相反點 但是你那個時候都會覺得 我沒有昏塵 所以昏塵到很嚴重就睡著了 昏塵到很嚴重那就睡著了 昏昏而不明瞭是無力的 如果你昏塵你的心是無力的 那麼明瞭散亂 那如風中音的燭光一樣動搖不定 也是沒有什麼用 它有力是有力 它力沒有用在那個點上面 它力沒有作用 那昏塵是沒有力量 就好像這邊你手要打打沒有力量 可是散亂是有力量的 就是亂打亂打亂打一同也沒有作用 不能夠突破那個點 不能夠產生大的作用也沒有意義 所以它講明瞭散亂的心 像風中的燭光一樣 燭光是要照明的 可是它的光閃爍不定 閃爍不定根本就沒有辦法照明 一下子風中音 它一下子大一下子小 一下子大一下子小 你看不清楚 就是那個心沒有不大很大的作用 所以沒有大用 所以修止成定的主要目標 那麼是心力增強 你的心力要強 心力要強就是要集中 要清楚 清楚 專注 能夠做常人所不能做的大事 基本上就是我們說的能處未處 你之前沒有的現在 能得未得 能正未正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一般人做不到的 你以前做不到的 你現在做得到的 你以前用的得不到的 你現在得到的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就是要修洗這個心 明顯而又安住 明顯就是不分成 安住就是不善樂 它就是這樣 所以令心明白 令心專注 那麼安住而又明顯 明顯安住 安住明顯 那麼其實就是不分成不掉訣 怎樣才會安住又明顯呢 那要正念 一個正念就對字分成掉訣 它講以正念為主 正知為主來修洗 那麼正念就是你能夠 譯詞佛陀的教法 那麼當然你能夠清楚地譯詞的時候 你就表示不分成 分成哪裏會譯詞佛陀教法 那你散亂的時候 你就可能想一下佛陀教法 就想一下其他人的說法 然後想一下今天又在做什麼 那就是散亂了 就好像戀佛一樣 你現在戀佛會想說 我私有沒有關 我等一下是不是高鐵飄的 有沒有退 就變成這樣 就是你戀佛陀會過來戀佛 那你如果一直在戀佛的時候 清楚戀佛的時候 你是沒有其他想法的 人家正念 那你散亂就是一下想這個 一下想那個 就是盤遠 那你分成就是 你根本就想不起來 你哪裡會想得起來 你那個時候心根本就沒有在想什麼 你就是分成的 什麼都不想 所以你真正想 就想得很清楚的時候 那就是正念正知 那個時候就是正念 所以此心能明白的記憶所源 不至於忘念 這裡講到正念正知 那麼主要是正念 正念之後有正知 忘念是佔於正念的 那麼正念基本上是比較偏重在 你對於佛法 這是修訂的這個法 你能很清清楚 就是一般我們叫寄聖元 所以它對字正念對字的是忘聖元 先由正念 然後後面的正知 正知就是對字分成調主 但是正知是由正念來的 我們先看335頁 我們先看這個 你看它上面對字 就是我們現在看正念正知這個 正念對字的是忘聖元 所以正念其實就是寄聖元 我們先看 先講到正念跟正知 它上面是忘聖元 就是對於佛所說的法 忘念 所以有時候叫忘念不正直 一般來講 反而就是忘念不正直 有時候會這麼說 然後它說忘聖元 它對字的 它的相反的就是正念正知 那案例例就講忘念不正知 好 那我們來看它說 忘聖元基本上 它就是由正念來對字 正念又叫做寄聖元 正念它基本上 因為它是忘聖元 所以它是寄聖元 那寄聖元其實就是佛法 當然不一定是佛所說的法 但是阿羅漢說的也是佛法 覺悟人 覺悟的法 好 那其實就是佛法 所以它基本上正念是 義詞佛法 義詞佛所說法 其實就是義詞佛法 基本上聖元就是義詞佛法 對於佛法義詞 劉詞佛法 調理 英詞佛法 本身跟調手其實不一樣 但是都是由淨念正知來對字 但是它是一個 它不是兩個 就是你只要有淨念正知 就會對字嵐淺調整 因為你正知就是禽楚於耀 創AB 九 調局是散亂的心 散亂的心 暗昧的心散亂 然後他的對字就是正知 正知就是正就是正確的 就是當下你完全清楚的了知 所以這個正念後面就是正知 正念之知 暗昧就常常說正念之 正念之知 你一旦有正念 正知 你就會對字分塵調局 因為分塵就是你把佛的 其實就來自於你本來 你本來關諸法無常 無常想 想一想 你又想到 我那個今天有誰來找我 我的保險好像還沒交過的什麼 你又想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個就是已經忘記了 你又拉回來 所以當你很清楚正念正知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昏塵調局 你因為你昏塵 你就想不起來了 你就不會想 不會想了 那麼你一散亂 你就不是想佛法了 或是想到其他的 或是不是想這個方法 所以昏塵調局 那麼由正念正知來說 因為我們的心有 基本上有一個叫做意念 意念的這種狀況 一個就是有覺知的狀況 我們把這個講完就好 所以他這裡 這裡他說 此心能明白的記憶所有 不至於妄念 妄念是佔於正念的 使心妄思所有 我們把這個念完 把這個講完 那麼休息時 我們正在休的時候 心以正念的力量能夠安住所有 先以正念的力量能夠安住所有 那麼不會散亂 那麼持續的 一開始 因為你要相遜 相遜才有力量 就好像你念佛 念一句子可以不亂 但是你念十句都不亂 那就叫相遜 那你念一天都不亂 那個就叫相遜 那你如果相遜多久 若一日到若七日 那個力量就不一樣 其實是這樣 所以讓他安住而相遜下去 但是這個相遜 安住相遜 要求什麼 明顯 就是清土明白 要求清土明白 要求清土明白 所以就要以正知來 實實觀賬 卻之住在所遠近 所遠近 所以正念後面是正知 那麼如果你沒有正知 你的正念可能後來就被光臉了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舉一個例子 像念佛 不但要心注佛像 就是佛的這個像 那麼而且要明了佛像 就是你對於你所念的法 你要清楚明了 其實是這樣 那麼佛像漸漸的明顯現場 所以譬如說算我們誦經的時候 一開始是清楚的 誦久了 誦習慣了 你還是在誦 但是已經不清楚了 那一開始念佛是清楚的 你念到定久了 也許是習慣 也許是妄想 久了就是誦發再念佛 幸福念佛 可是你也不知道 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要用正知再來觀照這個正念 要用正念成就這個正知 所以佛像漸漸的明顯現場 這樣的安住而又明顯 明跟靜為修子覺醒的重要內容 那麼切勿以為專心一靜就得了 若無忌昏那種 這個是導師提醒我們的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回掌回笑 願以此功的 不及於切 不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